以前入圍的時候就覺得我 我 我要贏 但是後來想要拿金曲獎 我覺得並不是為了我自己當了媽媽之後 然後所有的 以前可能的事業會擺在第一位啊 但是因為有了孩子之後 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因為之前都是入圍者的角色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擔任金曲獎的主持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當主持人 雖然其實那個心情上是比入圍者還要更緊張 所以我連得獎感言都是10點半的時候 我才有一個空閒的時間 然後才把它寫好 那個心情很複雜 但我覺得因為當入圍者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坐在台下 就一直坐著一直坐著一直坐著 但是今天在台上然後有很多的時間 所以其實是然後又可以看到很多好朋友 對 然後其實就有跟他們 雖然就是短暫的打招呼 然後因為我今天也有在台上表演 所以其實我學會的時間是 應該不會不是說很複雜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 我最充實的一次的金曲獎 起人入圍的時候就覺得 我 我 我想要贏 但是我後來想要拿金曲獎 我覺得並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製作團隊 還有我的工作團隊 還有我的歌迷 他們都比我更值得這座獎座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個獎是屬於他們的